Yo so today I took grab and just one person 来到了这个地方 今天的目的地就是要来这里 这个颜色很帅 这个颜色也不错 Yo 现在我觉得大家都越来越 注重这种所谓 living 的东西 他们这里的地毯的选择也越来越多 枕头啊 也是蛮多 然后我的 living goods 背包 时钟 这个刚才店员跟我讲这个是 刚刚发售的 这一双的一个 leather emboss 做了很美一下 这个呢就是 Sorayama 的联名 我觉得这双 比较适合就当做一个艺术品啊 摆在家做摆设 拿来穿会有点不舍得 Sorayama的 tote bag 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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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如果你真的是要讲这个所谓 streetwear潮流啊 我觉得 Nego在Bait的年代已经是 真的是什么东西都给他做完了 就 咖啡店他也开过啊 餐厅啊 理髮店啊 就算衣服方面啊 他也是做了蛮多的这个 不一样啊 lifestyle的一些单品 好 好 好像pinstripe的设计 这个毛还蛮有趣 真的像是圆人的毛 今天穿的这个黑色T恤 看起来好像有瘦一点 所以要拍一拍 2个群衣服 Let's get it Yo what's up This Sean EKS DB EKS 小胖哥 好久没有和大家这样子坐下来 慢慢聊天了 现在这个行动管制令有稍微的放松一点 大家都迫不及待的要出门了 然后今天呢 我就打算这样子坐下来和大家讲一下 这一双鞋子我还蛮喜欢的 然后我觉得现在没有什么人在讲的一双鞋 它有一点像是渐渐被人家遗忘了 但是对于我来讲呢 它是 经典的一个鞋款 就不要讲这样多废话 看一下这个纸带 这个纸带 这个贝的迷彩啊 bro super dope man pink color one of my favorite color 还有它旁边的这里的这个label啊 我真的是没有看过有人把这个 所谓的自带 woven label 放在这个paper bag上面 so this one is a very very dope very very nice paper bag 其实我自己本身呢 在差不多一五年吧 一五年的时候 我有买过一双bibstar 当时候我和我父亲去到香港 然后我父亲有给我零用钱啊 去买一些你喜欢的东西 那时候我去了蛮多间店啊 有去到IT的店啊 然后bib一定要去的嘛 因为那个时候 对于我身在马来西亚的人呢 有一点难 真的是去体验bib 就之前有去过 可能就是新加坡的bib而已 but hong kong's babe is totally different man the store is so big selection is super wide 我去到那边呢 我就有看中了 那时候有一双bibstar 我今天忘记拿来办公室 I was looking at the shoe and I was like fuck man this is so dope like you know I've always been wearing air force 1 big fans of air force 1 然后我就觉得说 如果你要穿的和别人稍微的不一样啊 这样你穿着一个bibstar 你肯定不会和别人撞鞋 就这样我把我爸给我的零用钱呢 那一个预算呢 他好像给我们900块是什么800块这样子 然后我就top up一个百多块 900多块就直接买了那一双鞋子 and that's it man that's it for the trip you know I didn't get to buy anything else so let's take a break from 一直讲那个鞋子 我们今天来讲一下今天的主角 是有两双鞋子 我们从他的这个鞋盒给讲起啦 so你看得到他的这个鞋盒是非常 经典bib camel迷彩 然后他这里有印上 A betting app的logo 然后我记得以前的那一个盒子啊 他像是一个 给我的印象啊 他像是一个poker card的一个设计 这样子 我不懂怎么我会觉得他像是一个 扑克牌的设计 然后他有印上那种food soldier啊 等等的那些字眼 那些是非常就是经典啊 2000年的时候会用的鞋盒 然后现在的鞋盒呢 基本上都是改成这样的 然后他这个像是抽屉型的 这样子抽出来 他有附上了一个防尘袋 一个还蛮premium的防尘袋 是褐色的 然后他的这个秤子啊 你也可以隐隐约约的看得到 那个babe的迷彩 好吗 所以今天的主角 看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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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相信你现在在镜头看到的时候 因为有这个灯光的关系啊 你看得到他应该是很闪亮的那一种 Next thing what we got right here is another pair of babe stars as well 同样的鞋盒 ok you know what it is check this out man 这一双呢就是 红色 然后他是有上 差不多三个shade的红色 啊这个是鲜红 然后这个有 所谓的比较 猪肝红这样子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是 another raid version right 我觉得现在真的很少人会穿 这样子的鞋子了啦 but to me man it's just a classic bro so let's talk about the outlook of the shoe right 这两双鞋子 其实你看他们的材质 看起来应该是差不多一样的吧 但是他们最大的差别呢 就是在于他的这个 toe box这里啊 你可以看得到 这边呢是用上 普通的这个皮革 然后红色的这双呢 他也是同样用上了这个漆皮 然后他旁边这里啊 你可以看得到 两双都是用上了漆皮啊 这这个这个部分啊 也是普通的皮革 but for the red color one is all pattern leather 呀你你你你第一个印象 看得到这个就是 Air force 1啊 这个是不用讲大家都懂的 what's the difference with air force 1 man 我这样子一看的话呢 我能讲的应该就是 他这里有印上 他的这个圆人头的logo 然后这个sush改成了这个babe star babe star obviously there's a star right so这个星星的部分 然后后面这里呢 我可以看得到他们有upgrade了 他的这个鞋后跟啊 是有两个panel的 之前的那一个鞋后跟 我记得只是有一片而已 some details here and there man you know if you look at the lace hole 这个鞋洞呢 最上面呢 这两个鞋洞呢 是有这个银色的一个 abatting ape 的一个鸡眼嘛 然后他的这个lace lock呢 是有这个圆人头的logo 我觉得他的这个鞋绳 有稍微的upgrade了一下 之前我买的那个鞋绳啊 是比较普通一点的 然后看得到他旁边这里呢 Air Force 1呢 就是写上一个air嘛 他这个是写上babe 然后他这个线条是有两条的 鞋底的部分呢 你可以看得到 他这里是有上这个 同样也是babe star的这个 星星的这个设计 然后babe的字眼 同样这里也是有一个r 那一个registered的r 可以看得到他的这个鞋头 这里啊鞋底的鞋头啊 跟他的鞋后跟啊 也是有着这个 星星的这个设计啊 这个星星的设计就跟 Aerfors 1呢真的是非常一样的 alright 我不想要讲 那么多关于babe啊 我也不想要讲 那么多关于neagle的东西的 但是 you know i feel like there's a need to let more people to understand what is this pair of shoe and what is babe star so对于我来讲呢 babe star就象征了一个潮流代表啦 那可能你现在比较年轻啊 刚刚接触潮流的话呢 那babe star可能对你来对你来讲 就是完全 you know you feel nothing about the shoe but for me man i always like this shoe and especially the pattern ladder one when this came back out like 2021年 他们又再有出这个 pattern ladder的babe star呢 我看我看到的时候就oh shit this are like 就是2000年啊 2010年啊 我会看到的babe star的样子 如果你要找回旧款的啊 就是2000年的那一种啊 基本上你找得到 你也不能穿了 因为他的这个pattern ladder 没有那么实穿啊 讲真的你其实穿一两三次 你一break in 他呢 他这里就会crack了 然后尤其是如果from2000年的到现在 更加不用讲了 你买回来可能就是白美而已 but i gotta say one thing man you know the babe star just like the air force one is meant for you to rock fresh 就是很多那些rapper 还是什么啊 他们真的是穿一次就丢掉的那种嘛 so i guess it's the same for babe star as well you know you rock it one time and then yeah that's it 来来来这个鞋子真的不适合你每天穿的那一种啊 因为我觉得你每天穿到他 他这里一列啊 真的是会蛮丑的 可能很多人会讲啊 就是哎 现在已经没有人穿这样的鞋了啦 什么年代哦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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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 know but 我也记得说五六年前呢 我有一些朋友和我讲过 没有人穿stusee的啦 现在stusee是谁穿的 然后现在2020年2021年呢 我看到他就是在穿stusee so yeah man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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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ver know 这个babe star的鞋子可能再放多一个五年 还是多一个八年啊 他真的是会变成一个非常火的鞋子 and if we are talking about babe star I gotta mention one thing right babe star is the king of bootleg i would say you know it started out from bootlegging the air force one 其余一些babe的设计啊 尤其是鞋子的部分啊 你可以看得到像他们的这个 ape star 他们的那个ape star 他就像是converse的这个chuck taylor 然后还有这个scout star which is like adidas superstar 我还记得他们有这一双manhunt 也像是clux wallabies this one right here this one right here is the king of bootleg sneakers but it's done so well can you really do it as good as babe or i i don't think anyone can top it off you know 就是babe真的是做得非常非常的精致 也做得非常好 so yeah man that's it for today's video 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的话 麻烦按赞分享和订阅我的频道 这些都是给我的一些推动力 让我继续拍更多的影片啦 and also i i've always read all the comments so you guys want to say anything just leave some comments down below 上一期的视频呢 就有人建议我讲说 如果把黑色衣服不要有那个sweat mark的话呢 就多workout啊 吃少一点闲的东西啊 穿背心啊 but you know basically it's all about getting a healthier lifestyle which i'm still working on it give me some time i'm still working on it right see you guys next week bye まあ 好 这么多的 下来 噓 大多的 感谢观看